两个探险家去岗国 并非小说家的读传 而是确有其事 发生在哥斯达里加的探险家身上 未介入2000年之前 世界各国的地图对非洲大地上两个名字 相同的国家还没有做出详细区分 大家只知道有两个钢国 但没有人把它们标注成钢国部或者钢国机 结果有一次哥斯达里加两位探险动物学家 就把机票买到了另一个钢国 当飞机在布拉柴维尔机场降落后 留给这两名探险家的 只有尴尬和苦笑 世界上好名字那么多 为什么这两个国家都对钢国情有独钟呢 钢国部的首都是布拉柴维尔 钢国金的首都是金沙撒 是人对他们的区分 就是靠国名后面加个括号里面写上手 都得简称 在这两个国家的边界线上 有一条宽阔绵长的河流 被称为钢国河 13世纪时 在钢国河流域曾形成一个强大的钢国王国 将于基本围阔如今的两个钢国 这不仅是双方都引以为道的历史 也是两国苦苦纠结于钢国这个名字的原因 你说要改名 可以 对方改 反正我不改 进入十七世纪以后 欧洲的探险家 传教士和殖民者接踵而至 法国占领了钢国河以西 也就是今天的钢国 河和加鹏 而比利时则占领了钢国 即二者以钢国河未解 在各自辖区内进行委任统治 当时的非洲尚属未开发的蛮荒之地 法比两国的探险家 基本是连钢国河逆流而上 设置据点和贸易战 地图上分跨钢国河两岸 基本上已经快连成一体的布拉柴维尔和金沙萨 就是由当年的贸易巨大发展而来 甚至从首都地名字上都能秀出当年的东鲁国耻水 布拉柴是一 这法国的人名 维尔是城市的意思 钢国不原来的主人就是法国 而金沙萨原名叫利奥多德 这正是鼻鼠钢国形成 十七比利时国王的名字 二十世纪中叶 在非洲殖民地风起云涌的独立浪潮 中两个钢国相继独立 因为分裂时间过久 加上殖民期间宗主国带来的不同文化和影响 两个钢国已不可能合并为一个国家 受国际大势的影响 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 钢国不相对倾诉 而钢国金则更加亲美 后来钢国金有一段时间把郭敏改成扎依尔 但因为国内政权更迭的原因 一九九七年又改了回来 其实他们都有自己正式的国名 钢国不全称 钢国共和国 钢国金全称 钢国民主共和国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钢国民主共和国